如果你是原本就是Sony的鏡頭 那就看你想花多少錢啊 你有沒有多少錢的預算啊 先看你有多少錢 你買機身也要不要忘了買鏡頭啊 你不可能買機身沒有鏡頭吧 就看你有多少錢 你的預算多少 我這個預算是指 你最多能花多少錢 而不是你想花多少錢 你最多想花多少 不是啦 你最多能花多少錢 而不是你想花多少錢 15K 15K 5 是 15萬內吧 15萬內嘛 那你喜歡拍什麼 你常拍 你常拍什麼 你常拍什麼東西 因為現在一堆人瘋狂推A74 我覺得那是一個不是很聰明的事情 我並不是那麼推薦A74給每一個人 當然很多人就說 我一定是很反骨 一定要跟別人不一樣 才顯現出自己的想法 其實我覺得不是這樣子 因為A74不是 不是那麼適合每一個人 人像風景 哪一個比較多 你的人像是什麼 哪一個比較多 拍風景多 還是人像多 就是說 買相機誰不拍人啊 對不對 只是看你拍的是什麼樣的主題 比如說靜態的 還是動態的 那風景當然是靜態的沒有問題 然後哪一個比較多 哪一個拍比較多 好像燈太亮了 拍人比較多 是哪一種人像 是哪一種人像 可以舉個例子嗎 我調個燈喔 欸 這樣好多 7.7 哪一種人像 是指 自己家 自己家人出去外面 玩這一種人像 還是指 有在拍一些表演啦 還是 人像外拍攝影啦 之類的 旅遊喔 那我會建議你買A7R4 我會建議你買A7R4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拍風景 拍風景的注重三件事情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選 選 選相機是這樣子 拍風 噢 好 沒事 拍風景 拍風景要注重三件事情 如果你喜歡拍風景 你有三件事情要留意 第一件事情是 動態範圍 動態範圍很重要 拍風景 拍風景 第一個動態範圍很重要 動態範圍表現在 你在很亮跟很暗的地方上 你可以還原多少細節 那個叫動態範圍 然後第二個是畫素 就是你是 4000的畫畫素 還是5000萬畫素 還是A7R4的6100萬畫素 第三個是高感光度 所以說拍風景 最重要是這三件事情 動態範圍 畫素 跟高感光度表現 那A7R4很可惜的 它3000萬畫素又比較高 但是 它的動態範圍表現得 比A7R3還要差 動態範圍表現 也比A7R3還差 但比A7R4略好 所以說我不是那麼推薦大家買 其次的原因 是因為要看你拍的東西 然後這也跟今天的主題有關係 就是換著新相機 大家會更開心嗎 就是今天這個主題 我沒指錯別嘛 對呀 對呀 今天這個主題 換著新相機 你會拍的更快樂嗎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 喜歡拍風景的人 不是R3就是R4 那如果又有拍一些忍 拍忍的話 大家都犯 我覺得很多人都犯了一個錯誤 很多人都犯了錯誤 覺得新的出來後 舊的一文不值 這我覺得很奇怪 新的推出來 或舊的就一文不值嗎 大家都會有這種錯覺 好像新出了主題 出來以後呢 舊的東西都好像是不能用 不堪用 或是很爛之類的 其實我覺得也不是意思 那你說A7R3好不好 A7R3還是很好啊 A7R3也很好啊 就是第三代的A7 我覺得都在拍人像上面都很好啊 怎麼到了A7R4或是A1 這裡帶出來以後 什麼都不好 我不這麼認為 如果R3跟R4比的話 如果你要我選的話 我會選R4耶 因為高畫素真的很漂亮 這也是今天會談到的主題 範圍之一啦 R3跟R4 選我會選R4 6100萬畫素 那照片放大後拍風景 你再放到 這大概我會講 差...差... 差蠻多的 我覺得差蠻多的 如果可以的話 選R4 如果可以的話 你問我 我會選R4 我很喜歡高畫素照片 高畫素照片 一旦你用過 你就回不去了 你會覺得2400萬 太囂張 3000萬的A7R4 也沒有搭到多少 4000萬 4、5000萬的照片 跟2000多萬比你 你放大後 你就會覺得差別很大 這個我今天也會講 好像有點把今天的主題給破坑 我今天的主題在下面 我今天的主題在下面 換了新像機後 大家有拍得更開心嗎 好 8點... 我看你多少上線 好 23人上線 那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直接來 開始今天的主題 先跟大家講一下 每一次我們直播的時候 我們都會先導讀兩篇文章 猛會先導讀兩篇文章 那再進入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所以說今天的主題是文章導讀 加上 讓你氣宅身體有功快樂嗎 然後我就先導讀兩篇文章 那導讀的文章是 當然是我寫的文章 而導讀文章的目的是 是要告訴大家 有一些東西是 你文章裡面看不到的 最簡單的就是 口氣跟加強的語氣 以及延伸 的這兩個部分 也就說那一篇文章 你用眼睛看 是一回事 然後我會在一些比較加強的地方 比方用加粗 加粗變紅 或是變大 來加強某些概念 可是 有些東西必須還是 透過預言的方式來講 會更好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要用文章導讀的方式 這是第一個文章 你看不到的地方 第二個就是 衍生補充的部分 有的時候 我在寫一些文章的時候 我會告訴你 為什麼我會這麼寫 我可能想到什麼 我才寫這一個 但是你只看得到結果 你不知道我後面 為什麼我會用這張圖 為什麼我會用這張圖 為什麼我會用這麼去寫 這個就是文章導讀 薄膜可以幫大家補充的部分 OK 好 那沒有 記得大家了解後 那我們就來開始 我們今天的導讀 好 我們來開始我們今天的導讀了 來 今天第一篇導讀叫做攝影的邊界 什麼叫做攝影的邊界 就是 我問一下在座各位大家 你們覺得 這個問題不知道該怎麼問會比較好一點 就是 你們覺得 大家心裡面覺得 你們會一直玩攝影玩下去嗎 大家想一下 我有想過這個問題 你們會一直玩下去嗎 先不要急著說會或不會 你們會一直玩下去嗎 你們會一直拍下去嗎 想一下 這也是這一篇文章 攝影的邊界 因為我覺得 有邊界跟沒邊界 就會決定了你對於攝影的看法 然後也會影響到你 怎麼去看待你的攝影作品 也會影響你怎麼去決定 你喜歡拍什麼 你不喜歡拍什麼 更會決定你怎麼去看待 拍照這件事情 這也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特別是這一篇文章 這一篇文章 跟我們今天講的下面的主題 下面的主題很 蠻接近的 就是器材生機有更快樂嗎 跟今天這個主題很有關係 有人說會拍到拍不動為之 很好 但是為什麼要拍到拍不動為之呢 有人說應該會有就是生活紀錄 我分享一個方法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 很多 就是有些人在教你怎麼去思考問題 有一種訓練的方法是 第一個或頭一兩個冒出來的答案 都是爛答案 都不是好的方法 都是爛方法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聽過 就是說第一個 當你遇到一個問題以後 你第一個想的方法不會是最好的方法 應該有人聽過 但是呢 我今天不是用這個方法 我只是用一個方法來問大家 當你們想出來的第一個念頭 你們覺得可能是答案 或者是你們覺得知覺這就是答案 可是你把你們那一句話後面打一個問號 你們打一個問號 你們去思考一下 比如我們剛剛有同學分享說 會拍到拍不動 打個問號 不要緊張號 打個問號 真的嗎 會拍到拍不動 嗎 打個問號 還有人說應該會有這次生活紀錄 打個問號 就變成 還有人說如果相機在手什麼都拍 你懂意思嗎 當你把所有的問題都打上一個問號的時候 我會發現每一個問題 都會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非常值得我們每個人去深入去研究的問題 以我自己來講的話 你問我說我會不會拍一輩子 老實說 我一定會 嗎 我會大家的問號 可是這個問號一加進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奇怪 你的答案原本就是回應我的問題 可是你的答案又變成問題後 你會再去找這個問題的答案 我舉個例子 我會喔 我會一直拍到拍不動為止 嗎 這個時候你會去想 我真的會拍到拍不動為止嗎 真的嗎 有什麼樣的理由支持你一直拍下去 然後也許你想到一個理由 我就是喜歡拍 我想要把感動的東西留在手邊 隨時拿出來看 隨時拿出來溫習 我很喜歡這種感覺 也許你為了前面的問題找出了答案 這時候你再把第二個問題 的答案 在最後再答上一個問號 你為什麼喜歡把照片拿出來看 拿出來溫習那個感動 為什麼 你會發現一個問題後面一個問題 接著一個答案 這個答案 一個問題接著一個答案 這個答案後面又是一個問題 又再接著一個答案 一直累積上去 一直累積上去 這就是我想要告訴這篇文章 攝影的邊界 想跟大家談的 也是今天要跟大家講的 氣勢來升級 大家會更快樂嗎 好 那我們坐下往下來看囉 好 這條 為什麼要選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有誰知道 這張照片 有誰去過 有誰知道或去過 有誰看得出來這是什麼照片 不過沒關係 不知道沒有關係 就是我來告訴大家 通過這條線到北極圈 這是位於挪威北邊拉普蘭區的一個 叫聖誕老人村 聖誕老人村總該大家聽過了吧 應該有人去過 然後它是在北緯66度 西津25度位置 故事中的聖誕老人 都從這邊出發 每位聖誕節期 帶禮物的小朋友 他們等一整年的禮物 這裡可真的離我們住的地方 非常非常遠 遠到坐上數段飛機 開上數小時的車餐體 來到這地方真的是 讓人感到非常的夢幻 所以說呢 當你跨過這條線 當你跨過這條線以後呢 這個就是已經踏入北極圈 已經踏入北極圈的邊緣了 雖然離北極圈還很遠 但是已經踏入北極圈的邊緣了 所以說你可以把這個 當成是一個邊界 它就是一個北極圈的邊界 這個是地理上的邊界 好 它就是個地理上的邊界 受到地心引力的影響 我們離不開地球表面 在地球表面各個大陸 各個國家 城市 總有個邊界 比如說我們國內 本島最東南西北四個角 相信不少人去過 拍下紀念照 紀念照留念 或不論是偶爾經過 刻意前往 所以說呢 我以前就是會很好奇一件事情 這個邊界是怎麼定的 以前我就會好奇 為什麼 比如說好 台北市跟新北市 那個邊界是怎麼定下來的 台中市跟 台中市 苗栗、彰化、高雄、屏東、南投、雲林、花蓮、宜蘭之類的 這些城市的邊界是怎麼定出來的 那你考古的方式 或用歷史的角度 或是行政區域 你總有個理由去為這些事情 做個邊界上的解釋 可是 就如同我剛剛講的 問題一定有個答案 你再把答案加上問號 答案又變成一個問題 你就無窮無盡的去問自己 所以說呢 在地球表面上各個大陸 各個國家總有個邊界 比如說我們島內的最東南西北四個角 很多人去過 不論是偶然經過或是刻意前往 那有人會刻意去說 你最東、最西、最南、最北四個角 這也是個邊界 對不對 能力稍微好的人 就會去征服某些國家 東南西北四個基點 若是更有能力的人 也學征服南北北 東西北四個基點 說不一定 這是物理上的征服 說實在話呢 能夠達到這一點 也真的很不簡單 所以說我不曉得在座各位 有沒有人去想 去蒐集島內的東西南北四個點 四個點 就是它地理上的邊界 我不曉得有沒有人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我相信一定會有 但是我來問一下大家 攝影有沒有邊界 有沒有人去想過 攝影的邊界在哪邊 所以說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想過 攝影是否是該有個邊界呢 既然是邊界總得要個主題 也就是說你在劃定邊界的時候 你用什麼樣的方式去界定邊界 或者是那個邊界該怎麼去 什麼方式去界定邊界 或是邊界是什麼 是兩個問題 邊界是什麼 攝影的邊界是什麼 以及你怎麼去劃分那個邊界 這是兩個問題 所以說也許是 器材的邊界 收集過每一個品牌大小相機 鏡頭甚至每個品牌你都收集 有些人收集相機 有些人收集器材 他要收集器材的邊界 只要是這台相機一出 他就買 這個鏡頭一出他也買 他把所有的他自己 對其愛的品牌的相機的邊界 給收集完 在座各位 有沒有人有這個念頭過? 有沒有? 問一下在座各位 有沒有人有這個念頭 或是已經正在做這件事情? 很瘋狂 有沒有? 沒有 沒有人回應 那 是不是就沒有了? 好 沒人回應當作沒有 那第二個邊界 主題的邊界 拍過每一種主題 而且每個主題都能拍出 某種程度的傑出作品 這種我想應該蠻多了吧 應該有了吧 像最近不是元宵節有人會去平息拍天燈 放天燈、天燈節嗎? 那有些人是會收集每一個主題 比如說有拍山、拍水 還有空拍攝影 還有潛水、水中攝影 有沒在座各位二十八個人 出扣掉我 總有人去收集主題的邊界吧? 先達到的邊界是口袋的邊界 沒有錯 我們攝影最先達到的邊界就是我們口袋的 我們的存摺的邊界 能夠花多少錢? 那個是最容易達成的 總有人 總有人 我相信在座各位 總有人 只是你不知道你在做這件事情 但是我相信一定有人在收集主題的邊界 什麼主題都要去收集到 比如說 鹽水風泡他也拍 炸寒丹也拍 什麼節日、遊行、風景、人像、cosplay 什麼主題他都去拍 這個叫做主題的邊界 日出日落那當然都不講 還有一種邊界叫做創作的邊界 任何一種奇幻攝影組織都嘗試過 也都有不錯的作品 也就是說呢 有些攝影也不完全只是按下快門 在相機上面拍照而已 透過Photoshop來做一些合成 這個叫做創作的邊界 看是用什麼樣的創作的方法 來讓你的作品來得更加的好看 或更加的有趣 這個叫做創作的邊界 還有一種叫做技巧的邊界 任何去追求任何不同攝影技巧 都能夠選手的操作 而且組合跟運用 這個叫做技巧的邊界 所以說呢 攝影有沒有邊界 首先我們要先講攝影的邊界是什麼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我舉了器材、主題、創作跟技巧 這四個邊界 而且我後面也說明怎麼樣達成這個邊界 當然還有沒有更多攝影的邊界 我覺得有 只是什麼是它的邊界 怎麼去達成那個邊界 我覺得那就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事情 攝影 攝影還有什麼邊界 這段時間我還想不到 不過我相信不少攝影的人 不但找去追尋了某些主題的邊界 更甚至站在邊界的邊緣跟頂點 有些人已經站在某一個主題的 不能說頂點 至少他已經站在前十名 或者是頂點的邊緣 一談到人像攝影 可能會想到某某某 一談到風景攝影 可能會談到幾位某某某 一談到鐵刀攝影 飛魚攝影 還是微距攝影 昆蟲攝影 之類的 然後我們就會去想到 那某某某某某某 就是他一想到 一講到誰的名字 他就會直接去想到他就是拍什麼的 我覺得能夠達到這樣子的名聲 或者是這樣子的成就 我覺得已經站在一個邊界的邊緣 或者是頂點了 OK 這個是我自己去定義 OK 好 那我追尋的邊界是什麼 我追尋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邊界 你們可以去想你們自己的邊界是什麼 而我所追尋有兩個邊界 一個是攝影教學的邊界 一個是攝影腳步的邊界 跟大家比較不一樣 一個是攝影教學的邊界 另外一個是攝影腳步的邊界 對我來說 攝影不只是拍照 不只是讓自己感動 也不只是讓他們感動 對我來說 攝影追求攝影教學的邊界 也是我在追尋的 另外一個是攝影腳步邊界 攝影教學的邊界簡單區分兩種 一個是攝影主題教學的邊界 一個是教學技巧的邊界 也就是說呢 我所追尋的攝影教學的邊界 除了是主題 我教的主題能教的有限 不可能沒有一個攝影 喜歡玩攝影的什麼都能教 不可能 沒有一個人什麼都會 什麼都能教 不可能 所以我一種是攝影主題 我不可能什麼都教 就像是我不教人像攝影 因為我不喜歡人像攝影 那你為什麼說 我為什麼不喜歡人像攝影 我要稍微說明一下 我撐不上喜歡 我不喜歡 但也不至於討厭 那是因為 我有一些人神經驗告訴我 我不會喜歡人像攝影 但撐不上討厭 沒必要的話 我不會去拍人像攝影 因為這跟我的個人生活經驗 是有關係的 OK 好 另外一個叫做 教學技巧的邊界 教學技巧有沒有邊界? 有 但我就在追尋 而我對於後者比較有興趣 也是將一些抽象的攝影觀念 拍照 當下所遇上的問題 用更精彩 更傳神的方式 來讓我學生讀者了解 也就是說呢 攝影的邊界 有一種邊界叫做 攝影教學的邊界 而攝影教學的邊界又有分兩個 一個是教什麼跟怎麼教 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 教什麼以及怎麼教 而我對怎麼教這一塊 我比較有興趣 也就是說呢 攝影是不是個抽象的東西? 攝影它比很多興趣來講 攝影已經是很具體了 懂我意思嗎? 就像是 好 比如說 如果你們有在follow我每天做的vlog的話 你會發現 我每天早上醒來第一件事情 就是自己沖咖啡 而我來到美國 學對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 學會怎麼自己磨豆子 學會怎麼自己收沖咖啡 你說這個東西難不難? 不難 但是要弄到好很難 而我還只是剛開始練習了 那你說 好 一杯好的咖啡 喝進去裡面 它怎麼樣才叫做好喝的咖啡 所以說實在話的 我們很難把味覺具象化跟大家分享 可是照片可以 我可以透過一張照片告訴你 這張照片的構圖好不好 顏色好不好 畫質好不好 或者是什麼東西好不好 所以說 你說攝影是不是抽象呢? 攝影是不是抽象的呢? 我覺得攝影它本身並不抽象 它是很具象的東西 但是它有一些觀念 它確實是抽象的 所以說我追尋的是 如何用更精彩更傳承的方式 來讓我學生獨自了解 一些抽象的觀念 這是我在努力的東西 另外一個我所追尋的攝影邊界 就是攝影腳步的邊界 搭配我對旅行跟攝影旅行的興趣 看看我這輩子心有餘且還有力的時候 我能去過哪些地方? 去過的地方又能夠去到多深入了解多少 OK 這個是我自己在追尋的攝影腳步的邊界 只是呢 當以我自己到美國這幾天 我發現我對於美國的認識 已經慢慢的了解 從美國兩個字 開始用它的全名 美麗兼合眾國來去想美國這個概念 為什麼 你說美麗兼合眾國簡稱美國 這沒有問題啊 沒有問題啊 為什麼我要特別去想美麗兼合眾 做你是合眾國 那是因為我才知道原來 也不能說我才知道 是我早就知道美國是個聯邦政府 每個州都是每個州 他們自己規定的法律 自己規定的稅法 自己規定的某程度來講有很高的自治權 我遇到一個最讓我一時間很不習慣的 就是 紅燈可以右轉 你們有誰知道 你們應該很多人知道 紅燈可以右轉 在美國很多地方 紅燈可以右轉 有人知道嗎 紅燈可以右轉 有人在美國住過或開自駕旅行過嗎 不知道一票 紅燈可以右轉 然後呢 紅燈可以右轉 在不同州還不行 有些州可以 有些州不行 更好玩的是 更好玩的是 就是 我們在我們國內 我們就是 路 先是路 再是街 再是像 再是弄 對不對 什麼路 什麼街 什麼像 什麼弄 對吧 是不是 可是呢 在美國 它也是有 路 街 巷 弄 的概念 不是指概念 可是 在不同州 這個地方 這種程度 叫街 那在別的州 這種程度 叫路 也叫街 沒有問題 可是 可是麻煩是說 在這個州 這個等級 叫街 它會有個新的單字 在不同的州 同樣是街的概念 它會有不同的單字 也就是說呢 有的時候呢 在寫一些美國的地址的時候呢 就會覺得 對 有人說等綠燈 再開車過 可是 以剛剛的紅綠燈 紅燈 右轉的概念 在美國 有些州 它本來 紅燈就可以 右轉 這是規定 不是說你 偷雞摸狗 不是 它規定就是 可以右轉 只是你要符合它 右轉的規則 然後呢 我才發現說 哇 原來 不同的國家 修整不同的州 它們的規定不一樣 我就用不同的 開始 因為我現在人在美國嘛 我開始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美意間 合眾國 這個概念 就是要看我在這邊 待得多深入 了解多少 光是用攝影 用一個很快速的方式 去一些很多國家 但是沒有辦法很深入 去瞭解這個地方的歷史 文化 人文 背景 天氣 氣候之類的 OK 這個就是我想告訴大家的 我兩個不斷追求攝影邊界 你可以去想想 你對於攝影的主題的邊界是什麼 攝影有很多邊界 以及那個邊緣在哪邊 所以說我們就以我自己 最有興趣的攝影教學邊界為例的話 過去好幾年 我都用圖文的方式來 上課的時候來寫教學 以及課堂使用的方式 在2018年6月開始 我開始接觸動態錄影 其實我是很晚才開始 開始自學錄影 透過隨手錄製的影片 放入我的教學文章 我的課堂裡 讓我的學生能夠在課堂中 產生更多的臨場感 也就是說呢 攝影的邊界 攝影教學的邊界 我開始用動態攝影 試過兩三年後 我覺得效果不錯 能夠讓學生透過影片 了解更多一張照片背後的線索 透過這些線索 讓他們有助於了解 拍攝這張照片的時候 很多東西理論之外 要留意的東西 如何進一步課堂 如何進一步的 用課堂理論結合 我覺得這樣效果不錯 有的時候 我後來才發現 他們有時候 很多人 他們不是不懂怎麼拍 而是缺乏了拍攝的 脈絡跟情境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最近在社群上面 就有很多人在討論 就有一些人在討論 拍音樂會要怎麼拍 對不對 音樂會要怎麼拍 你說這個問題對我來說 沒有什麼 這個不是問題 因為為什麼 攝影都是通的 如果你攝影的觀念真的通 你不會因為每個主題去問 那個主題要怎麼拍 難道音樂會怎麼拍 你要學一套 比賽要怎麼拍 你要學一套 比賽 籃球比賽怎麼拍 排球比賽怎麼拍 桌球比賽怎麼拍 足球比賽怎麼拍 難道你要每一種主題 你都要學一次嗎 不是這樣子的嗎 可是呢 為什麼有些人 還是會特別去問 在什麼情況下怎麼拍 因為每個主題 終究有一些 當下 脈絡下 有一些線索 你要去留意的 最簡單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在拍音樂會的時候 你不能用閃光燈 你不能用閃光燈 除非你是工作人員 你被授權 在某一些時段下 你為了要拍某些特寫 你可以用閃光燈 可是呢 你為什麼不能用閃光燈 那就是情境脈絡下的 背景知識 那 既然知道了 那怎麼拍 還會跟 就回到聖影的基本理論 光燈 畫面感光度 那些東西了嘛 對不對 而 這些東西就是脈絡 為什麼我們要出去外拍 那是因為 整個外拍 整個戶外 就是一個非常大的 自然的教室 那些教室 能夠教你怎麼去拍 而我們透過外拍 我是指外拍喔 去學習 面對某些場合下 我們要怎麼去控制 我們的相機 我們要怎麼去決定 我們的曝光 在某些場合下 要怎樣去構圖 才會拍出你想要的照片 這是脈絡線素 然後呢 這同時也解決了 我在外拍時 遇到一個 一些學生總會問我一個問題 就是上課講過的東西 而且這些東西明明很簡單 就是 經常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學生會問我 上課問 上課我有教 可是他們到外面 還是會問我 我就在想 Why 我教過的東西 你們為什麼會忘記呢 後來才發現 戶外有太多東西 會影響干擾他們思考 我稱之為叫做 觀念上的噪音 觀念上的噪音 比如說有路人從他們身邊經過 我會讓有些人不自在緊張 或者是這邊多了一盞路燈 他們沒有想到路燈 對於相機側光的影響 而在這個時候 只要提點一下上課的內容 他們通常都會記得 而且會馬上就能夠解決 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然後下一個問題 學生又要怎麼去解決呢 所以說 該如何把這些教學上遇到的問題 製作成教學講義 我心中總有個最理想的教法 而這個教法是什麼 我還在練習 我還在追求 這就是我所追求的 攝影教學的邊界 我一直認為有個很棒的 攝影教學的方法 只是那個邊界在哪邊 這個是我在追求的 每個人你可以去追求 你自己攝影的邊界 但是如何把攝影教學教得更好 這個是我正在努力的事情 OK 好 攝影旅行的邊界就簡單了 如果說前者是我的工作 後者就是我的夢想 這個就是我個人的夢想 攝影旅行的邊界 我想在有生之年 在此次還有能力的條件下 去看遍世界每個美景 是不是跟網路上 雜誌上電視上看到我是更漂亮呢? 還是會讓我更失望? 不知道 世界這麼大 我的腳步很漫步 這輩子不可能去變 每一個我想造謊的角落 而這成為我自己攝影旅行的邊界 能到哪就去到哪 這就是一個攝影旅行的邊界 就像是以我現在來講 我就想要再去冰島 我想再去第五次 我想再去第五次 還是有一些地方我沒有去看過 還是有一些景象我沒有到 沒有經驗看過 還是有很多東西 我沒有在那邊 待上好一段時間 我就沒有看到 就像是雷克亞維克首都 很多人自住冰島 一定會在雷克亞維克 待上一碗或兩碗 可是很可惜的是 我每次去冰島雷克亞維克 我總是匆匆來就匆匆走 我沒有好好的時間 待在雷克亞維克裡面 慢慢地散步 慢慢地看 它那北歐的風情 它們的人文 它們的一些商店 或者是它們一些街景 我始終沒有在雷克亞維克 好好的待過 這是很可惜的 這就是旅行的邊界 所以說每個人追求不同 人生有限 能力有限 不見得能夠站在 該主題的頂峰 但能夠站在 自己能力所及下的頂峰 我覺得是這個樣子 你不可能永遠都 就跟人家去比說 我一定是第一 我一定要成為第一名 我一定要成為家喻戶腳 我要成為 每個人在討論什麼主題說 一定要想到我 你不需要這個樣子 因為每個人追求的不一樣 但是最重要的是 能夠站在 自己能力所及下的頂峰 我覺得是這個樣子 給自己設下一個 攝影的邊界 努力地往前行 雖然無法觸及最遠的一段 可是會讓你走在 這條攝影路上 更有方向 更有進度 同時享受帶來成就感 其實我只是想要 告訴你們這一句話 當你有個目標後 你會往前進 你也知道 你不可能走到 那個目標的第一名 你也知道 你不可能走到最邊緣 但是呢 這就可以回應到 有些人會問我 我為什麼可以持續 對攝影保持熱忱 那是因為 我有方向 我有進度 同時我享受成就感 我不曉得在說各位 你們有沒有給自己設下一個方向 如果有 那很好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你可能就會要 可能就會面臨到所謂的重長期 什麼都拍過了 好像就覺得無聊了 看到別人的照片 你也知道人家怎麼拍的 你也知道人家怎麼弄的 你也知道人家怎麼弄的 你也知道那是在哪裡拍的 你可能就變成生活兴趣缺缺 可能啊 我不說不一定 對啊 雷克亞維克那個 那個 那什麼 那什麼 什麼教堂 那全民教堂的教堂 我忘記了 他維京 那個維京人 傳古 那個地方 我自己都沒有 好好的在裡面待過 所以說 這個就是 你有沒有辦法 給自己設定一個邊界 就可以回答你自己一個問題 如果拍照 你一定會遇到重長期 你一定會遇到重長期 會讓你什麼都不太想拍 好像什麼都拍過了 但也沒有特別喜歡 也沒有特別不喜歡 就是 就好像覺得就這樣 可是呢 如果你給自己找一個邊界的話 你會發現 你會更有方向 更有進度 同時享受 帶來的成就感 這個就是自己的邊界 這就是我這一篇文章想跟大家 分享的主題 攝影的邊界 OK 講到這裡 大家有沒有一點點回想 有沒有一點點感觸 讓我喝一口水 那個叫做霍爾格林大教堂 那個叫做霍爾格林大教堂 想不想起來 霍爾格林大教堂 我已經傳過地標 OK 講到這個地方 大家有沒有稍微有一點感覺 講到這個地方 大家有沒有稍微有一點感覺 就是 你要給你自己設定一個邊界 你才能拍照的時候 你才能一路一直往下走 而且那個邊界 到能夠做到什麼程度 你會發現 當你的願望越大 你的邊界越遠 你的願望越大 你會一直拍下去 雖然不見得能夠走到點一點 可是 這條路是你喜歡的 你會一直往下走下去 就像是我自己的攝影邊界 怎樣讓我攝影教學 能夠教得更傳聲 更棒、更好 把一些抽象的觀念 用很具體 又很簡單的方式 教給大家 這是我在追求的一個 一個攝影的邊界 另外一個是攝影旅行的邊界 我能夠走到多遠 走看過多少多遠 這是我自己想去做的東西 而在座各位 你們可以去想一下 你們自己的邊界是什麼 懂? 好! 那就是這一篇講解完囉 接下來講第二篇 第二篇就有趣一點點了 好,我們來看螢幕 這一篇就有趣一點點了 來 紀念品的意義以及照片 這一篇 這一篇 這一篇大家應該從字面上 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一篇是什麼 這一篇是什麼東西了吧 光從字面上的意義 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一篇是什麼東西 我先講啦 當時不買我好後悔 當時不買我好後悔 看懂什麼東西嗎? 看懂什麼東西嗎? 高山空氣 高山空氣 再具體一點 再具體一點 我覺得這個idea不錯耶 它上面寫說 Fresh Islandic Mountain Air 清新的冰島高山空氣 Fresh 是清新的嘛 Islandic 就是冰島的 冰島的 Mountain 就是山嘛 Air 就是空氣嘛 也就是說呢 它這個罐子裡面 它這個罐子裡面 就是裝著空氣而已 雪水 不是 芬多 不是 它就只是裝空氣而已 你們不覺得很有趣嗎? 它就只是裝空氣而已 欸 它寫得很清楚 Fresh Islandic Mountain Air 它只是裝空氣在裡面而已 然後呢 再放上一個圖案 好像是在高山上面的冷空氣 欸 不要 我必須講一件事情 如果這輩子 讓我後悔的幾件事情之一 這張照片就是我很後悔的 我沒有買 當下沒有買 我後悔死了 你說這個東西多少錢? 後期價格 對 重點來了 換算成台幣 你們覺得這個玩意多少錢? 猜一下 我記得 我記得多少錢? 當下我沒有買 我超後悔的 我到現在都還後悔 因為買不到了 再也買不到 我希望未來它還會再出 但是 賣不到 換算成台幣 有人說350一票 台幣喔 我們來算看看 有認為350一票 500一票 再猜你們覺得多少錢? 有人說250最多 有人說350 有人說500 有人說500 好 來 我看一下我這邊有沒有寫 答案 好 等一下 我看一下是多少錢 好 正確公佈答案 大家猜得蠻準的 這一罐大概是 借於 4台幣 400到500塊錢 就這一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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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一下在座各位 32個人 這一罐如果500塊錢 你們會不會買? 會得打1 不會得打0 欸 貼一個就講0 他不給面子 這一個500塊錢 2是什麼意思? 會買的寫1 不會買的寫0 就一個1 全部都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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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的意思嗎? 0 唉 咳咳咳咳咳 1 幾乎都是0 欸 那我好意外喔 小字如果再不OK啦 好 來 來 聽完我這一篇 聽完我這一篇 我相信很多人 你們會改變你們剛剛的答案 或加強你們的答案 聽完我這一篇 聽完我這一篇 剛剛不論你寫1也好寫0也好 這個其實本來就沒有標準答案 這是個人的價值觀主觀判斷 但是聽完我這一篇 會改變你的一些想法 OK 好 我們就來看 紀念品的意義之一 就是能把某處的特色真的給帶回來 並且收藏在家中某個角落 好讓自己就算離開了那裡 也能夠貼近那兒 好讓自己離開了那裡也能夠貼近那兒 大家想一下你們 跟我們大家在買紀念品的時候 你買紀念品的意義是什麼 大家可以想一下 把這個問題放在心裡面 你買紀念品的意義是什麼 收藏在家中某個角落 好讓自己就算離開了那裡 也能貼近那兒的感受 而這種紀念品的形式很多 除了常見的磁鐵、明信片、水晶球等之類的東西 像冰島這種冰島冷空氣罐還真的特別 裡面裝著冰島冰遠上的空氣 密封在罐頭裡 這是我第一次遇上 Made in Iceland的紀念品 為什麼我要特別括號 Made in Iceland 為什麼我要特別括號起來 那是因為兩件事情 那是因為兩件事情 兩件不同的事情 讓我回頭再看這張照片的時候 想跟大家分享東西 好,我們來往下來看 紀念品的價值是什麼 我們想一下 當我在想這篇文章的時候 你們大家想一下紀念品的價值是什麼 很可能你不購買紀念品 又或者你跟我一樣 每到一個地點 會買一些能夠代表那個地點 能夠買一些能夠代表那個地點 任何一樣東西帶回家 證明自己來過 以及 帶著屬於該地部分精神陪在身邊 我在買紀念品的時候 我有一種想法 我並不是說什麼 看到什麼紀念品就想買 而我自己有在收集 我自己在買紀念品 有一種想法是 我買這個紀念品 不論你這個紀念品是在101 或者是台北故事館 或是什麼地方 還是國外的某個地方 我買紀念品有一個很大的心理上的因素 不完全是因為這個好看特別怎麼樣 不是我會認為 帶著屬於該地的部分精神陪在自己的身邊 這個是我想買紀念品的心中的一個想法 我不曉得在座各位你們有沒有 但是我有 最常見的紀念品 磁鐵就是其中一種體積不大 價格也不算貴 外表又是該地的特色圖案 算是最常見的紀念品 明信片也是一個常買的紀念品 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看這一篇文章 照片之後第48 你該買上明信片 我裡面有特別提到明信片這個紀念品的意義 明信片我比較推薦的原因是 許多畫面確實要long stay 要在那邊待很久 你才能捕捉的畫面 以這個角度來看紀念品我覺得值得 但是購買紀念品比較尷尬的問題 這是真的喔 近年來部分紀念品 已經不是當地製造的紀念品 反而很多是Made in China 我不曉得在說各位 你們有沒有留意這件事情 你們有人有留意到這件事情嗎 如果說 照我前面的想法是說 買紀念品是為了要買 帶點當地精神的東西 那麼我覺得這個東西 是在該國家生產 或是該小鎮生產 我覺得會是一個比較具備紀念品 價值的一個條件 可是呢 最近喔 近年來 反而是Made in China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看過這個新聞 因為我有看過 量大價格便宜 因為量大價格便宜 因為量大價格便宜 純粹為了營利的紀念品來說 這種Made in China的紀念品 反而利潤更高更好一點 而我們買紀念品 除了表面的圖像 或是實體的物體外 最重要是購買當地精神 我覺得買紀念品最重要的就是 當地精神 你們有沒有去想過這件事情 我自己很在意 屬於當地的精神 這才是紀念品 對我來說 購買的意義 無論是什麼形式的物品 只要符合當地精神 這才是我們買紀念品的目的 如果我們買的紀念品 缺乏了與當地的那種 連結的感覺的話 好像這個紀念品 一點都沒有紀念的感覺 就好像是網路上 就能買到的感覺 那麼連價 如果說你今天 我說如果 你今天買的紀念品 它是 假設你去 冰島好了 你買了一個冰島的一個磁鐵 結果它是Made in China 然後在Amazon就可以買得到 你還會在冰島買那個磁鐵嗎? 我問一下在座各位 如果做這個假設 有人買過富士山空氣的罐 Made in Japan 很棒 我很羨慕你 沒有錯 我出一個題目給大家想一下 你去了非洲好了 你去了非洲 有一根羽毛 有一根羽毛 有一根羽毛是某一隻鳥身上 拔下來的紀念品 結果這隻羽毛 根本就不是那隻鳥身上的羽毛 而且在亞馬遜就買得到 你還會買那根羽毛當紀念品嗎? 大家可以想一下 而我自己買紀念品 心中有一個梗 有個點 就是那個紀念品 一定要符合當地精神 有一點當地Made in somewhere 一定是在某個地方 屬於那個地方做的 不管做工是粗糙還是靜置 我覺得都沒有關係 所以說呢 這個冰島空氣罐 導致讓我眼睛為之一亮 製作方式非常簡單 就要把空氣灌進去 製作方法便宜 成本也超低 欸!成本超低 它的空氣 它灌進去的空氣 基本上是免費的 你知道嗎? 對他們來說 根本就是免費的 都是成本 成本只有一個鐵罐 加一張紙而已 根本就不大需要 從其他國家製造 再運過來 所以我相信 這是我個人相信 這個冰島高山冷空氣罐 應該是Made in Iceland吧 對不對? 沒有必要你從別的國家運過來 只可惜的是 當時看到幣沒有買 算算台幣400多塊錢 大約介於400到500塊錢 當時沒有買 我非常的後悔 當時我會覺得 欸!你們賣紀念品 會不會太好賺 直到你一開後 覺得不買可惜 兒後請了幾個 去冰島的朋友幫忙買 再也買不到了 覺得很可惜 最後後悔 當時看到的是 我為什麼沒有買 這邊我提兩件事情 來提兩件事情 我前面這個東西 前面這一段話 我受到了 有兩件事情 讓我有一些新的靈感 第一件事情是 我看過有一則報導 在報導希臘 沒有錯 你們沒有聽說是在希臘 他們那個新聞是在採訪 希臘的當地賣紀念品的店家 該紀念品店家說 有很多他們符合他們希臘風格 風情的紀念品 磁鐵也好啦 陶瓷的一些什麼風車啦 房子啦 而且這些東西很多都是 Made in China 都是中國製造 因為他們為了有些賣紀念品店 為了要賺錢 他們直接進口 中國製造的紀念品 來賣給觀光客 那我覺得這樣子就不對了啦 我覺得這樣子的想法 我們買紀念品 不就是應該要買 讓我們想起來 我們曾經去過 讓我們想起來 這個東西是當地做的 我們沒有辦法 把希臘放在我們家裡面 至少我們可以把希臘的紀念品 把屬於希臘的一部分 帶回家裡 所以說就會有一個不好的動作 就是有些人會去那邊 去到某個沙灘 去把那邊的石頭給撿回來 我覺得這是不好的事情 但是如果是買紀念品的話 失去了當地的精神 我覺得就不好 可是如果這個東西是Made in China的話 那好像你就失去了 那個紀念品的意義了 對我來說是這樣子 然後那個新聞接著說 那個新聞接著說 大陸製造的紀念品比較粗糙 他們當地人做的陶瓷或是小窩 或者是一些東西會比較精緻 但是會比較貴 當然會比較貴一點點 可是觀光客有的時候就是買便宜 他們也不去管哪邊做的 然後很多紀念品後面也不會講哪裡製作的 那這樣子的話 買紀念品的價值好像就失去了那一點點感覺 這是第一個 我有注意到的新聞 第二個是謝哲清 他有講說 謝哲清 我很喜歡謝哲清 文人講出來的話 一個很抽象的觀念 他可以用樸實平凡的文字 表達出他內心的感受 謝哲清他有說過 他那個沙哈拉的沙子很細很特別 他有帶一些罐子去收集 他去沙哈拉沙漠的沙子 然後用罐子去收集 然後放在家裡面某個角落 偶爾會拿在手上 把沙子倒在手掌上面 感受到那個沙子細滑 讓它能夠回想起來 在半夜的時候 在沙漠中很冷 仰望星空的感覺 哇!我覺得他這一段講得很棒 我覺得他這一段講得很棒 然後再回 透過這兩個例子 回來到我們買紀念品這件事情 回來到這張照片 我們先假設這張照片 他並沒有騙我們 他真的是去冰島的冰原上面 所收集空氣灌進來的話 我們先假設這個樣子 好了 雖然我自己心中有點懷疑 根本就不是冰島冷空氣 我心中有點懷疑 假設真的是這樣子的話 那是不是拿著這個罐子 假設是這一個 你可以假設這個罐子 這個杯子是這個罐子 你就可以感受到 放在耳朵聽一聽 搞不好還可以聽到一些空氣的回音 也說不一定 感受的一部分是說 你帶著這個當地的精神的東西 部分的帶回來到你的家裡面 這個是我選這張照片的原因 也是能解釋 當時為什麼我想買又不買 最後沒有買而後悔的原因 講到這邊 有沒有讓你稍微改變一下 你剛剛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的想法 大家想一下 講到這邊 有沒有稍微改變了你 剛剛對於我剛剛的問題 這個東西賣500塊錢 會買的人寫1 不會買的人寫0 有沒有稍微改變你 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 有沒有 有還是沒有 有的話就講1 沒有的話 維持原案就是0 有的講1 沒有就0 沒有關係 反正沒有標準的答案 有1有0 1半1半1半 還是0 0的比較多 淚流滿面的買下去嗎 還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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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是維持你剛剛的選擇啦 但是1 就是會稍微改變你剛剛的想法 不過沒有關係 重點來了 來 我的所有的文章 還是會跟攝影 扣回到我們攝影 照片作為紀念品呢 我們拍的0 會拿自己的瓶子去裝空氣 對 我是想找大概這麼小的瓶子 大概這麼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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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高 大概這麼大的瓶子 去收集當地的水 水會乾掉 我想去收集當地的沙子 或者是空氣 我自己想買 我在五印良品有看到 一些比較適合的 我希望是玻璃瓶 可是又要軟木塞 可是要買就要買很大量 而且要符合我想要的 我一直買不到 五印良品有比較接近的 自己帶瓶子去裝 房子會是一個更好的 所以有時候會拿自己瓶子裝空氣 我覺得很好 但是瓶子的大小 可能要選一下 有改變 但還是無法變成1 就是說 有加強你的想法 但是你還是不會買 你老婆會認為 你花錢買空氣 大家還記不記得 台中市長 剛上任的時候 要推 曾經送過一個 曾經做過一個紀念品 是骨關的空氣 他用一個 有點像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好像是用一個 有點像是 實驗用的燒瓶 一個大概這麼長的燒瓶 然後用個軟木塞在塞著 然後上面印著骨關的空氣 你當作紀念品送出去 大家還有沒有記得這個新聞 三年前呢 古關空氣還記得嗎? 大家還記得嗎? 記得吧? 我覺得這是個好點子耶 我講真的 我真心覺得那是個好點子耶 可能很多人覺得 可能很多人覺得 欸 那個新聞一推出來的時候 很多人罵 說 誰 就那個新聞 有被 有 罐頭是山下做的 再拿到山上賣 但只有授權的才可以賣 很有回 紀念的回憶 印象深刻 被罵到爆 覺得把大家當噴啊 把大家當傻子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這是個好點子 只是 它的行銷上面 我覺得說明跟行銷上面 需要再更多的包裝 因為 我老實講 我 印象深刻被罵爆 我老 我先跟大家講 我小時候 住在古關附近 我小時候 住在古關附近 然後呢 一個小 一個小村 一個小村落啦 搭 豐原客運 到古關溫泉區 大概只要三十分鐘 二三十分鐘就可以到 所以說我小 我在我 十歲前吧 的記憶 我都還記得我住過古關 而且古關的好空氣 清新的空氣 是我對古關的印象 好的印象之一 到現在都是好的 然後呢 台中市長盧秀燕 他就用這種 古關的空氣 用個玻璃瓶裝給 然後當成紀念品 是送還是賣 我有點忘了 其實我覺得 這個概念是好的 只是被很多人 激 被很多人罵 覺得這是一個很笨的事情 浪費錢 我並不認為這是個浪費錢的事情 只是大家不懂得 怎麼去欣賞這個角度 一部分我覺得是信心問題 覺得好像 你就在工廠嘛 就這樣直接把軟布塞進去 根本就不是真的 我想很多人認為這個是假的 才會覺得這是罵 對 所以說有人說空氣沒有 空氣比較特別 也沒打開 看不到感受不到 打開就沒了 它就是不要讓你打開嘛 對不對 但是呢 這個就是回到我前面講的紀念品 就是要有一個當地精神的東西 這就是我講的當地精神 這是紀念品的意義 如果沒有這種感受 或是沒有這種想法的人 就覺得說 那有什麼意思呢 它只是空氣 我覺得 從我的角度來看 是信心不足 你不認為那是真的 可是相信的人 就會覺得這個東西 是滿有意義的 只是我覺得 大家不相信的人居多 或許他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可以再 再多做一點包裝 再做說明 拍一些短片 再請一些網紅 再一些說明 我覺得會讓那件事情 更有意義 很可惜他們沒有做好 所以說 有人說每到一個地方 會去買當地 星巴克的馬克杯 但冰島沒有馬克 冰島沒有星巴克 所以說就是缺了冰島的星巴克 而我自己會有個收藏 我自己是收藏水晶球 每到一個大城 大城小鎮 我會收集當地的水晶球 我大概收集了四五十個吧 我的水晶球大概有四十個五十個左右 我會收集水晶球 因為星巴克杯子真的太大了 那個很佔空間 OK 我是收集水晶球 OK 好 那我們文章 我沒有回題喔 不是 我沒有離題喔 我回題 照片作為紀念品 我們拍照 我們自己拍的照片 能不能當成紀念品呢? 試著想一下 我們到任何一個景點 我們為什麼拿起相機拍照 因為這個動作 都是在為自己留下屬於自己 當地自己做的紀念品 也就是說說自己的紀念品自己做 你們有沒有這麼想過 這句話我再講一遍 試著想一下 為何我們到任何一個景點 我們都要拿起相機拍照呢? 因為這個動作 其實都是在為自己 留下屬於當地自己做的紀念品 也就是說說自己的紀念品 自己做 用什麼方式做 就是拍照 照片能否作為紀念品 我覺得可以 照片可以作為紀念品 攝影最後存下來 弱也好 JPG也罷 就是屬於一種紀念品 因為不假他人之手 更顯得這張照片 與自己的連結更強一些 有這種感覺的 請舉手 請喊請留言 請留言 1 有這種感覺的留言 1 沒這種感覺的留言 0 來 有沒有這種感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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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2 1 2 2 2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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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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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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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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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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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就是我们今天两篇文章的导读 到这边就算是告个段落 但是就是接着要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这边 对 器材升级 器材升级 下面老师指不对 来看下面 器材升级会让你更快乐吗? 有没有更快乐? 那个前两天有分享那个彩风摄影 祂谈到是什么东西蒙住了我们的双眼 祂讲的东西其实也是很多人都有这种感受 其实我也一直都在讲这个东西 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不晓得你们 在座各位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谈器材 我对器材的兴趣没有那么大 我不是那么喜欢谈器材的东西 就是我自己在关注的 我自己在留意的事情 也就是说我们一天只有24小时 扣除掉必要去做的事情 吃饭、工作、睡觉、洗澡、照顾家人之类的 扣掉这些种种事情后 我们能有多少注意力放在网络上的事情 或者放在资讯的洗手上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闲 每个人其实都有闲 而我自己并不是那么太去follow新器材 我自己不是那么有兴趣 那是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新器材一直去追寻 一直去看出了什么镜头 什么东西缺货 什么镜头不错 这个镜头月地度很好 表画子很好 这个机身不错 这个机身什么性能 那个名字是什么 这个怎么样 其实对我来说 这些东西是我该了解的 没有错 我不会排斥不去了解它 但是我觉得 如果摄影只是一直在讨论这些事情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的可惜 同时也觉得无聊 因为如果一天有一个小时让你去选择 你该去看看一些人 去怎么去解读照片 怎么去解读摄影跟它的连结 或是意义 还是你把这一小时去看很多八卦新闻 不能讲八卦啦 Rumor 谣传 Canon要出新相机 Sony要出新相机 Nikon要出新相机 什么哪个要出新相机 新镜头 你要把这一个小时时间花在哪一边 我的话我宁可花多一点时间在 我怎么去思考摄影对我的意义是什么 而不去思考器材的意义 是器材的新 什么器材的新闻 器材的讨论 我对那个其实兴趣一直都不是那么大 可是你会说我还是写了很多教学啦 还是介绍了很多东西 没有错那是我的工作 我的工作必须要去教这些 必须要去了解这些东西 当然有人问我的时候 我也不会全部都知道 但是我尽量去知道 所以说像我对Nikon相机真的很不熟 因为我手边只有一台 非常旧的Nikon的D7000的相机 那我再也没有其他Nikon相机了 可是我还是会尽量去看看 别人怎么去投入Nikon相机的好跟坏 我也没有任何一台Olympus的相机 我也会去参考别人怎么去讲 Olympus相机的好跟坏 我还是会尽量去吸收 但是能的话 我们还是focus 我啊,不能说我们 以我自己来讲 我还是focus在下面这句话 当气财升级后 有更快乐吗? 我先问 在讲出我的答案之前 我想先听听看看大家 你们觉得升级气财会来更快乐吗? 你们觉得有吗? 一直在追气财 会让你们更快乐吗? 你们觉得有没有? 有的留言一 没有就留言零 老实喔 老实,大家老实 诚实一点没有关系 反正也没有标准答案 你们觉得升级气财 新的气财底下 气财升级会让你们更快乐吗? 有的留言一 没有就留言零 没有关系 反正没有标准答案 我只想知道大家的想法而已 一一一 没有关系嘛 就分享而已嘛 没有标准答案 只是有属于自己的答案而已 0.5是什么意思? 一半一半吗? 其他人是没想过这个问题吗? 那你们觉得 那你们觉得我的答案是什么? 你们觉得我 你们觉得我换了器材 我会更快乐吗? 你们觉得我会不会 觉得我会 你们觉得我对下面这个问题的答案 你们认为会快乐的 你们认为我 会因为气财升级更快乐的 留言 会 你们觉得 我不会因为生气财 而更快乐的 就说 就说 No Yes or No 就好 好不好? Yes or No 在座各位 我们线上调查 像讲我 你们在猜 我对下面这个答案 你们认为 Yes or No 做我 我会不会因为升级气财 而更快乐? 认为会的 留言Yes 认为不会的 就选No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在座各位 Yes No Yes N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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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Yes 还是一半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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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来举实例 答案是 Yes Then No 先 Yes 再 No 不是 虽然听起来好像废话答案 就是Yes 既是Yes 也是No 但是 我的想法是 先Yes Lean No 先会让我快乐 但是不会更快乐 器材升级 会先让我快乐 这是第一个我想讲的 但是不会更快乐 为什么呢? 我有实力 我想拿这个实力来告诉大家 今天的问题 器材升级会让我更快乐吗? 有人说升级器材当然快乐 但表示我的摄影也是该努力 我对摄影也要努力该升级 没有错 每个人都有自己想法 我先讲讲我的想法 我觉得不是0.5 不是账单来 不是 不是账单的问题 不是 不是 不是0.5 是 我觉得 这跟我之前的直播 谈到的东西是还蛮类似的 我之前直播 我有提到一个观点 是 给相机 我之前的直播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我之前直播 我有讲过一句话 讲过的观念 不是一句话 我之前的直播 有提到一个观念是说 如果你现在还是用手机拍照的话 那你可以给现在的相机一个机会 可以给现在的相机一个机会 因为现在的相机可以让你拍得更快乐了 拍得更好了 有谁还记得 有谁有听过我这一段直播 有吗 有两个人说有 三个人说有 四个人说有 五个人说有 好 那 为什么我会这么讲 因为现在的相机的技术 因为现在的相机的技术 我是指现在 2020年 2021年 甚至2022年 今年开始往后推出来的相机 已经可以让你拍到很 已经可以让你比较傻瓜的方式拍到还蛮不错的照片 所以说呢 今天的问题 器材升级会让你更快乐吗 我是先快乐 但是也不会更快乐 这个答案加起来不是0.5 我必须要拿实力来跟大家讲 而且这个实力是我今天拍的照片 这个实力是我今天拍的照片 严格说起来是昨天的 好 我们来看实力 好 我来给大家看照片 我有准备照片 我有准备例子 来 我们先来看这两张照片 这两张照片 一个是我姐夫 一个是我侄女 这两张照片 有这张照片 跟这张照片 有什么稀奇的 这两张照片有什么稀奇的 特别是这一张 其实这两张都对我来说 这两张照片 放到十年后 也不要说十年了 五年后就好 放到五年后 我跟你讲 照片这个东西跟九很像 它是越成是越像的 我特别喜欢 我特别喜欢 对我来说啦 这两张照片 我特别喜欢这一张照片 我特别喜欢这一张的原因 那是因为他们刚好走在我前面 然后呢 刚好两个人 两个人之间 站在某种程度上 有离开 有一点点的间隔 两个人齐步的往前走 齐步的往前走 这张照片 让我唯一感到可惜的是 我还来不及 站在一个非常至中的画面 乔的正中间拍 如果这张照片 我站在乔的正中间拍 就是 就是这张照片 啊错了 这张照片如果 你们觉得这边的比例 跟这边的比例 还是差了一点点 还是差了一点点 所以说如果这张照片 如果我站在 稍微再 站在桥的更中间的话 这个桥 这边的 比例会再更平均一点点 会 这个 这一面的围栏 比例会再更高一点点 当然 人又会再往这边 再平一点点 我觉得会更好 可是在当下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拍 去站在桥的正中间 在拍 因为他们一直往前走 而且也是因为 他们不行 他们不晓得我正在拍 所以说他们的脚步 他们的脚步是一直往前走 他们脚步是一直往前走 反而这样子的照片 是非常自然的 非常自然的 非常自然的往前 非常自然的往前走 然后呢 正是因为 他们正在往前走 那个脚步是很自在的 才能够显得出 这张照片的一个存在 对我来说 非常漂亮的一张照片 至少对我来说 只是 唯一可惜的就是 没有办法站在照片正中间 但是这张照片 我必须讲 这张照片 当时的拍的情况 你们可以留意一下光影的 光线的角度 影子是从这边照下来 太阳在这个位置 但是 有一对我来说 有一点逆光 我必须跟你讲一件事情 是 当时 我当时拿的相机 基本上是盲拍 盲 我是盲拍 我是盲拍 为什么盲拍呢 我把相机拿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来 画面看我这里 当时的太阳很大 当时的太阳 从我的 你们的画面 从这地方照下来 当时的太阳 我是有点 有点30度的侧逆光 然后呢 这个相机的萤幕不够亮 然后我要直着拍 对不对 我要直着拍 可是呢 太阳从我这地方照过来 我这边的萤幕不够亮 我这边的萤幕不够亮 然后呢 我必须把相机放低一点拍 也就是大概 是我肚子这个位置 大概是我站起来给大家看 大概是我是站在这个位置拍 也就是说我的眼睛 这边看下去 我没有办法看得非常的清楚 这就是为什么 我没有站在乔正中间 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我当时眼睛看得更清楚 我可以再往右边一步会更好 我可以再更右边一步 可是呢 我当时是有点逆光的情况下 太阳从我的这个方向 有点这样子照下来 我有点侧逆光 加上萤幕不够亮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骂Sony 做到了A1 它的萤幕的亮度 还是做得非常辣 这就不得不批评一下 萤幕亮度不够 而且它的翻转 它只能这么翻转 它不能让我整个90度 这样向側翻 让我可以拍得更好 懂意思吗? 所以说这张照片为什么 这张照片 它我会说是盲拍 因为我的眼睛 我没有办法蹲下来 再这样子去拍 没有那个时间 有的时候就是那个moment 有的时候就是那个moment 你没有那个moment 就拍不到了 所以说我就是这样子 有一点放在我肚子的位置 这样子去拍 有点接近盲拍 那你以后第一个 我们来看照片 那你应该会想到一个问题 你应该会想到一个问题 那我的对焦呢? 这张照片对焦怎么办? 你们应该会想到这个问题 如果照我刚刚的拍法的话 我的对焦怎么办? 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我的对焦 我用 痊愈啦 虽然这个名字不是 不是美来相机座叫痊愈啦 只是说我用痊愈对焦 痊愈AF 我用痊愈AF 对焦的方式 也就是说呢 我这张照片的对焦 我是用多点对焦 全部的对焦点都打开 让相机自己去抓 要拍的东西 让相机自己去抓 要拍的东西 然后呢 他自己会去抓到什么东西 可能是抓到这一位 可能是抓到这一位 都有可能 我不知道 当下 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他抓的是谁 所以说呢 这张照片是用盲拍 盲拍 我必须讲是用盲拍 盲拍很重要 我有稍微够一下图了 我有稍微够一下图 够图还是要的 够图这东西是相机帮不了你 我用这样子去画 够图相机帮不了你 但是对焦 对焦 是自动 然后呢 他可能是对到 左边这一位 或是右边这一位 OK 但是 为什么升级相机 器材升级会更快乐吗 会更快乐的一个原因 因为 新相机 来看右下角 看一下画面的右下角 哈啰哈啰哈啰 看这边 算了 切回来 切回来 就是 新相机 它在自动对焦的判断上 会比旧相机来的精 跟准 跟聪明 我再说一遍 新相机 相对于旧相机来讲 相较于旧相机 对焦方面会更精 更准 以及更聪明的判断 该要拍什么东西 所以说 回到这张照片 那你说 拍这张照片的时候 如果不是相机够聪明 知道要拍人 不论是拍 我的侄女也好 还是要拍我姐夫 都没有关系 在考虑到景深 在考虑到景深 只要我光圈 不要说 不要开得太大 我习惯拍风景 拍人大概F5.6 F5.6到F8之间 对不对 只要是景深还够 不论是对这一位 或对这一位 都没有关系 景深都还是够的 我在忙拍的情况下 自动对焦 让我能够很快速的 得到你们目前看到的 这一张照片 能够得到这一张照片 所以你说 回到我们下面的主题 回到我们下面的主题 器材升级 会不会让你拍得更快乐 我觉得是会的 如果是拿我以前的相机 比如说 A7R3 可不可以做到 老实说我还真的不敢讲 我先讲 老实说我还不敢讲 为什么 因为 它的对焦系统 还是旧的 它能不能在痊愈对焦 也就是多点对焦下 正确判断 正在移动中的物体 是要拍的 老实说我没有把握 因为我手边 我手边没有 我没有办法把握 它能够做到这些事情 那DSLR 就更 更不敢讲 更不敢讲 那所以说第一点 我们从对焦的角度来讲 升级相机 会不会让你变得更快乐 我觉得会 因为这张照片 让我觉得拍得很开心 而且非常具有纪念价值 这一点 我觉得 新相机让我拍得更开心 接下来我讲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牵涉到相机的动态范围的问题 但是你要知道 这张照片我必须要讲一件 一定还是得要加强 是有点 不是这个啦 测 测逆光 这张照片有点测逆光 有点测逆光 你看这边的影子 是有点斜的 影子有点斜 对我来说 其实是有点测逆光 因为是逆光 重点是逆光 所以说 既然是逆光的话 人 其实在弱党上面的话 基本上会接近全黑的 接近全黑 但是弱党拥有很高的 比较笨讲说很高 弱党相较于JPG来讲 有较高的宽容度 以及动态范围 可以让我在修图的过程中 可以让我在修图的过程中 放大后 衣服的颜色 衣服的纹路 都还能够拍得清楚 如果这一点在旧相机来讲 不好意思 你的相机的动态范围 以及宽容度不够好的前提下 就算是你取到了这张构图 你也没有办法 把里面的细节还原得很漂亮 懂吗? 大家觉得 从对焦跟动态范围 这两点 心相机的特色来讲 你们认为 这个例子如何? 这个例子 你们觉得如何? 你们觉得如何? 新相机 能不能让你拍得更快乐一点? 我觉得这张也很棒 这张也很棒 这张也是很棒 也是接近满拍 我必须讲 我也是边走边拍 边走边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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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你还是得要做一件事情 你要做两件事情 一是构图 你还是得要构图 对不对? 你还是得要构图 二是什么? 你还是要考虑到 你还是要考虑到 景深 不要单独讲景深 你还是得要做到什么事情 用红色笔 构图 跟曝光 其余的部分就交给相机 像是其余的部分 其余的部分 新相机能够帮你做到的事情 是这些 新相机能够帮你做到的事情 对焦 它能够帮你对到人的眼睛 帮你对准 同时你还是兼顾其余的对焦 跟动态范围 跟宽容度 是新相机能够帮助你 让这张照片更出色 也是因为新相机的性能 能够让你再抓拍 我们称之为叫做 已经没空间了 好,等一下 等一下,错了 这样子好了 这样子好了 新相机可以让你在 这个叫做抓拍 或者你也可以叫做盲拍 抓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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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盲拍 我觉得是新相机 提供你在抓拍跟盲拍 有很大的帮助 很大的帮助 很大的帮助 所以说呢 我们回 从这张照片 看起来只是很一般的照片 我必须讲 看起来是一个很一般的照片 没有什么特别的 可是呢 就会变成说 我们实际上在问自己一个问题 器材升级 会让你更快乐吗? 其实我觉得会的 因为它会增加你去拍照的动机 成功制造 成功拍出更多 你觉得更好的照片 我觉得是会的 只是 在座各位 你们 有没有觉得 新相机 能够带给你更多 更多创作的空间 能够让你变得更快乐 这样子的论点 你们可不可以接受 你们可不可以接受 我以上谈了 就这么很单纯的照片 你们可不可以接受 新相机的特色 很平凡的照片 我们来看一下 看圆图好了 看圆图 看圆图 很平凡的一张照片 很平凡的一张照片 没有什么 特别亮丽的构图 色彩 怎样 就很平凡 而且我是边走边拍 我也没有办法预计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他们待会 会做什么事情 我也不知道 他们走得快还是慢 我只知道的一件事情是 我的动作必须要快 然后新相机 帮我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 新相机帮我 能够 新相机能够让我抓拍 跟忙拍 有很大的帮助 新相机能够帮我抓这样子 懂吗 懂吗 所以说回到我们今天的题目 新相机能不能 新相机能不能 新相机能不能更快乐 我觉得是有的 追求新相机 我觉得是有的 因为拍照 确实我们要注意到的事情 不只是曝光 不只是构图 我们还要去当下感受 去应付当下很多 你未知的状况 也就是说 所谓的未知的状况 是你不知道 接下来对方怎么走 你不知道待会 会发生什么事情 有时候就突然 一个动作出现 突然一个moment出现 我觉得新相机 可以带给我们很多拍照上的快乐 是因为成功几率很高 可以让我们分担掉很多 我们拍照当下要去注意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 今天这个问题 既然生机会让我们 会不会更快乐 对我来说 会的 但是快乐完以后 它也不会让我更快乐 为什么呢 快乐完以后 它不会让你继续的快乐下去 就好像是 你有点像是喝饮料 或者是吃甜食 或者是上饮某些 吃东西上饮 或者是烟饮 或者是酒饮 它会让你快乐 但是它不会让你 持续性的快乐 也就是说呢 这就是 我那个照片之后 我们今天在讲的文章 今天讲的文章 对吧 摄影的意义啊 今天不是带大家看这个 纪念品的意义 以及这一篇照片之后 以及前一篇文章 前一篇文章讲什么 摄影的边界 对不对 也就是说呢 我并没有矛盾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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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照 相机的进步 会让我们 拍出更容易拍出 成功 有趣 精彩 温馨 的照片 可以让我们 分散掉很多拍照 当下要注意的事情 我觉得新相机 已经做到这一点 可以让我们在当下 可以去做更多其他的事情 我觉得新相机 可以做到这一点 这就是我之前直播有提到的 可以给现在的相机 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他们已经做得很好 可以让你更容易拍出出色的照片 得到出色的照片 你就会有成就感 你就会有成就感 你就会想要拿相机 继续拍 更不用讲他的画质 对不对 但是呢 他会让你快乐 他会让你快乐 但是他没有办法 持续的让你快乐 持续的让你快乐 你就要去思考 摄影对你来说 它不只是照片而已 摄影它还可以有一种 成为一个纪念品的价值 摄影的多重意义是什么 你想从摄影得到 持续的快乐 我讲持续的快乐 就是我这篇文章 后面有提到的喔 我这篇后面有提到的喔 给自己设下一个 心中摄影的边界 努力的往前行 虽然无法触及最远的异端 但会让你走在摄影 这条路上更有方向 更有进度 同时享受带来的成就感 所以说今天的问题 器材的升级 画面没有切过来 对不对 画面没有切过来 就是说 就是说 你问我说 器材升级会不会更快乐 我觉得是会更快乐的 没有错 我觉得它会更快乐 但是呢 快乐 它不会让你一直快乐下去 它有前提的 它不会一直快乐下去 所以说呢 你要给自己设定的摄影的边界 努力的往前 努力的往前行 努力的往前行 虽然无法触及最远的一段 可以让你在摄影 这条路上更有方向 更有进度 同时享受成就感 所以说呢 并不是今天这个问题 很多人也许会觉得说 我又很阿Q 就是它既可以提供快乐 同时又没法让你继续快乐 就是0.5的意思 其实我觉得 不是这个意思而已 而是 确实新的器材 可以让你拍得更快乐 因为减少失败几率 或者是你拍得很熟练呢 你可以拍得更好 你可以把你的手 新的相机的性能 可以让你手边没那么忙 可以让你拍更快的 拍出成功的照片 好让你能够跟其他人继续互动 聊天也好 发呆看看风景也好 晒晒太阳 再拿起相机再想一想 或者是说 以前在拍照的时候 对焦可能 以前在DSLR的时候 我们都还送单点对焦 还是用相机对焦点 一来一去一来一去 现在我们可以直接的 就直接抓拍 直接拍了 对不对 就可以直接拍 直接拍 然后我们只要控制好构图 你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在构图上面 然后呢 再多花一点时间 再跟人互动 再多花一点时间 去享受一下当下的氛围 让一些很繁琐的事情 交给相机 自动化去帮你处理 我觉得这个是 升级相机后会带来的快乐 我觉得是有的 可是呢 它不会一直都让你一直快乐 一直快乐 一直长久下去 你还是要找到一个摄影 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我的照片之后 已经写了完 已经写了一百零几篇 我一直都在讲 照片或摄影 可以带给我们神吗 我一直都在讲这件事情 摄影跟相机或照片 可以带给我们生命 可以带给我们更多 什么东西 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器材升级 可以让你更快乐吗 可以让你更快乐吗 我觉得器材升级 会让我更快乐 因为成功几率更高 毕竟成功又漂亮的照片 我们会觉得开心 这是事实 但是呢 长久 看长远来看 我们确实要 该花更多注意力去思考 照片对你的意义 摄影对你的重要性 摄影在你的生命中 生活中 扮演的什么样的角色 所以说我今天导读的这两篇文章 还真的还蛮贴切的 一个是这个 照片是否能作为纪念品 照片是否能够作为纪念品 我觉得可以 因为不假手他人 更显得这张照片 与自己连结更强一点 这个可以让你在摄影上面更开心 以及摄影的边界 给自己设定一个摄影的边界 努力的往前行 然后呢 让你在摄影这条路上 更有方向 更有进度同时 带来成就感 这个才会让你 持续的在摄影的过程中 不要掉入器材的比拼 器材的追求 这个才可以让你在摄影的过程中 可以更开心更快乐 这就是我今天的结论 OK 这样子大家可以了解今天的题目了吧 今天题目想跟大家谈这个 器材升级可以让你更快乐吗 这个答案一点都不阿Q 它会让我开心 它会让我快乐 可以让我更容易拍到 更难得的照片 更一瞬间的照片 让我在抓拍 忙拍 或拍照的时候呢 可以让我得到 更容易得到一个更好的照片 它会让我快乐 没有错 可是这个快乐如何延续下去 延续好几年下去 你要反而再去思考 摄影对你来说的生命 在你的生命的价值是什么 摄影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你可不可以继续拍下去 这就是我在今天的直播 一开始我就问你们 你们会一直拍下去吗 会吗 我觉得我会 吗 打一个问号 这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OK 好 今天讲到这边 时间也掌握了 差不多 讲了一个半小时 差不多 跟我的预期差不多 扣掉前面的一些前沿的话 跟我的预期差不多 我希望我的直播 都能够控制在一个半小时 那今天这样子分享 你们觉得如何 有没有带给你们一些想法 或者是带给你心中很大的冲击 有没有 今天的直播就差不多讲到这边 虽然我还有一些例子 可是我觉得这些例子 以后再讲就好了 虽然我还有一些例子 大家觉得如何 今天的直播 很内容 摄影器材可不可以让你更快乐 我的答案是 会让你快乐 但是没有办法让你持续快乐 持续快乐的方法 就是找出摄影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今天的直播我就想讲 大概就讲这样 OK 好 今天直播到这边告个段落 我们因为器材 带的没有非常齐全 没有背景可以播给大家 所以 今天的直播到这边告个段落啰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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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